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办公室所有的灯 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会同时闪 而且他们的电脑 会频繁地出现黑屏的现象 然后又会重启 就这种现象上午没有 只有下午三四点钟会出现 所以就赶了这个时间点 过去看一看 刚刚不闪了 你好 你好一宝 就是这个不闪了呀 现在不闪了 多少时间都闪 这个没有规律 还在等着 你们现在电脑都合适 你那个电脑现在合适吗 我没开呢 它这个最严重 它这个电脑 就是别人的电脑 可能就是它这个重启十次 别人的电脑重启一次两次 哦 你去看看 他没插电脑是吧 你插上看一下 它这有可能灯不闪的时候 它也自动重启 哦 然后我们刚开始怀疑 是它电脑的问题啊 咱是把它电源啥 全都拔了 这个灯还是闪 还是闪 对 所以现在又不闪了 嗯 四五没事啊 嗯 今天中午第一次就断电了 中午 嗯 但是倒没啥 下午三到四点半或者五点之间 它这个电压是这么稳的 上午基本上没事 很明显它电压低啊 不到200V 这么低 嗯 又开始闪了 又开始闪了 闪了 闪了 这边都闪了 闪了 对 这个多少 还得低 这边套来到这个地方 这边是你这一支 现在都 电动也出 闪着不正常 你看 再闪一会儿啊 不要停 哎呀 还没事 还没事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别停啊 哇 闪那么厉害啊 这边开始了 这更厉害了 闪得好厉害啊 更厉害了 哈哈哈 你尝尝那个更厉害 I'm ready by the day Let's go 哎呀 这个电压 变我了 这是火地点压 灵地点压 测一下灵地点压 灵地点压 这应该是什么干扰的 这是个干扰信号啊 这闪 我天 这是个干扰信号 这些就不行了 这些不行 九十多伏 四十多伏 不行 干扰干扰的 我来打开 你配点箱 看一下 来 你们你们整杂在哪呀 整杂在 在 福尔 这是灵线对地的电压 一会高一会低 这就不正常 那打开这个看一下 楼上楼下都没问题是吗 对 啊 对 就我们这一层 看一下吧 这个就管这一层的对吧 对 你别这样闪呀 在这个地方电压都 零下都带电呢 很浅哪 然后 总杂在几楼 在 上面你把 刷了一下 一圈 呃 配点箱在哪 就是 这个 这个大的吗 对 对 对 980 螺丝都带电呢 螺丝都带电呢 我是不是不漏电就电了 不是说这个电是干啥的电 我打开看一下 打开配电箱的盖 可以看到总闸 还有过前涯保护器 这个地方有零线 测一下 零线在这些位置都不带电 但是地线带电 零线 零线排不带电 这里这个零线排 它上面接这个零线是 一二三楼的主零线 就是每一层的零线都在这里接着 但是都不带电 但是的 但是 它这个地牌是带电的 地线排带电 50多伏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再上楼上看一下 此时楼上的灯还在闪 我再测一下二楼这个配点箱的电 上面 上面零线就带 上面零线就带 哎 地线不带呀 哎 地线不带 接返了吧 多久了你们这个这个状况 昨天下午 昨天中午 以前没出现过 没有 从来没有 这是个零 这是个地 这反了 把你们的电脑都关一下呗 关电脑 这个就是地牌 而这个是零牌 它接这个反而是带电的 一项都地线反了 它应该是主线反了 那火线没事吧 火线没事 三项都对 哦 那是 我说三项 以前没出现那种 对啊 从昨天开始 那我们这几年是咋活的 对啊 如果零地接反了 他们为什么用那么长时间没出过问题 最近才出现问题了呢 反正我初步判断它二楼的零线和地线接反了 也就是说进来的地线 一直当二楼的零线用 看地线带电 零线 零伏 很明显这是零吗 这是地 地和外壳都是连着的 所以 下面的主地带电 上面的主灵带电 很明显就是接反的 可以断电吗 断了 这也拿了哈 没有电的 没了 这两根就是上来的主灵线和主地线 把它来调一下就可以了 拿螺丝刀松开这两个螺丝 把这两根线拽出来 这个所谓的地线也拽出来 像这种线它里面有个颜色标记 但是这个看不出来是蓝色还是黑色 这俩都差不多 颜色都差不多 像这种情况怎么判断出是零线还是地线呢 用测电压的方式能测出来吗 可以看一下 分别测量火线和所谓的地线 电压和零线都一样 这两个电压都一样 火灵火地的电压一样 你说怎么搞 零地线在变压器那一头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在车头测电压都是一样的 那怎么搞呢 看颜色又分不出来 测电压又分辨不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断总电 虽然我知道这两个线接反了 我调过来就行 但是我还想确定一下 我把电拉了 可以 好好好好 没电 没电 我看怎么整 这线我不拆了 我想用测通断的方法分出零地线 稍微的 停一会儿 先确定线路是没有电的 然后把其中一根线和一根火线短接在一起 就是碰在一起 这个时候一定要确定线路不能有电 然后去楼下拍点香 不调灵了 你那个 现在你把那个线转出来 稍微等稍微等啊 我再撤一遍 啊通的通的啊 你拿下来 啊 好嘞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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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这个是零线 我又不能拿交代拿 这个是零线 这个是地线 那这别是这样的颜色 它原来是这样 它原来是这个线接这了 其实应该这个线接这了 是红色是火线黄色是地线吗 不能不能 不不不是不是 不一定了 它这个线两个线的颜色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这个是地线 这个是零线 它把零线接地了 哦 导致你用电 那师傅啊 你就是这次咱安上了之后 如果要是过两天 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得让你过来帮帮给你看 那必须免费给你搞 嗯 我给你出个人 我修店 我不搞那种 差不多就行了 哦 就是店可不是别的 我不给你搞那些东西 那可没意思了 其实像我刚才我知道这个是地线 我都不敢给你接 真的吗 我都停电再确定一下 哦 必须查天赋才能 就是我给你修管这个电路 我回去都睡着觉着行 因为怕给你烧东西 开始我以为是受到什么斜拨的干扰 我也想你们这些 这房的民营房它有什么斜拨干扰啊 嗯 因为它没有什么便秘器啊 什么的 这都好几年了 好多年了 那是19年办过来的吧 嗯 所以我会往这上边下 嗯 这谁谁都不要进 对啊 好嘞 我下去给你送电 把楼下的总闸送上电 把楼上的分闸都送上电 现在零地都是正常的 再到办公区看一下 看看电脑的插座正不正常 这个零地点要啥的好 嗯 当然了 正常了 嗯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啊 因为我们看到电抹缸 Eyes 在咖啡押讯前